在付出几十年的辛勤工作后 我们自然期望在退休后的黄金岁月里有经济保障 其实退休也不全是钱的问题 退休的人们希望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并能获得良好的医疗保健 特别是在COVID-19大流行之后 理想的城市也会有很多方式来度过休闲时间 还有良好的环境和天气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艾考的幸福生活 我是艾考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这个频道主要给大家介绍 美国的人文风俗 世界奇闻趣事 以及生活小百科等等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欢迎随手订阅这个频道 并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您是老观众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转发以及留言 您的小小点赞会鼓励我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 生活成本和税收 是选择退休后居住地时的两个首要考虑因素 为了帮助美国人计划一个负担得起的退休生活 同时保持最佳的生活质量 福布斯比较了800多个美国城市 在46个关键指标上的退休友好度 数据范围包括从生活成本到退休后的纳税人友好度 以及该州的卫生基础设施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具体的25个最适合退休的城市 第14个城市 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 河流河大学城 这里有卡奈基梅隆大学 匹兹堡大学 杜肯大学 查塔姆大学 人口有29万9千 优点 房价的中位数23万4千美元 比全国中位数低38% 这里有大量的医生 自行车和步行都很方便 舒适的气候 社会保障或大多数退休收入 都没有州所得税 缺点 严重犯罪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里会征收州遗产税 经济状况一般 空气质量一般 第15个城市 弗吉尼亚州的罗阿诺克 拥有10万人口的蓝岭山脉城市 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南240英里处 风景优美 优点 房价中位数只有22.5万美元 比全国中位数低40% 这里医生数量多 空气质量好 舒适温和的气候 适宜步行和骑自行车 遗产和社会保障 没有州所得税 自然灾害的风险相对较低 缺点 经济发展一般 严重犯罪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16个城市 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 这是个河流城市 拥有著名的梅奥诊所 和12.5万人口 位于米尼阿波利斯东南85英里处 有点房价中位数 31万6千美元 比全国中位数低16% 这里有极高的人中医生比例 空气质量好 严重犯罪率低 非常适合骑自行车 经济发展强劲 在灾害风险相对较低 缺点 这里冬季凡冷 不太适合步行 社会保障福利 会征收所得税 也会征收州遗产税 第18个城市 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 德克萨斯州南部充满活力的城市 拥有160万人口 是全国第七大人口城市 有点 房屋价格中位数28.7万美元 比全国中位数低24% 这里有良好的空气质量 经济发展强劲 没有州所得税或遗产税 非常容易骑自行车 缺点 严重犯罪率高于全国贫穷水平 既然加害风险相对较高 不太适合步行 第18个城市 佐治亚州的萨凡纳 优雅的河流城市 拥有16.2万人口 距离大西洋30英里的内陆地区 优点 房屋价格中位数26万美元 比全国中位数低31% 空气质量好 气候舒适 很适合其自行车 经济状况良好 社会保险福利 和每人高达6万5千美元的 其他退休收入 会免征州所得税 没有州遗产税 既然灾害风险相对较小 缺点 严重犯罪率略高于全国贫穷水平 第19个城市 南达科他州的苏福尔斯 南达科他州东南部的河流小镇 拥有20.1万人 位于明尼阿伯利斯西南240英里处 优点 房屋价格中位数29.6万美元 以全国平均数低21% 这里有优秀的人工医生比例 空气质量良好 可以骑自行车 经济非常强劲 没有州所得税或遗产税 在灾害的风险也相对较低 缺点 这里冬季寒冷 严重犯罪率高于全国水平 不太适合步行 第二十个城市 华盛顿州斯伯坎市 拥有23万2千人的 分镜优美的河流城市 位于西雅图以东280英里住 优点 良好的人工医生比例 良好的空气质量 和与骑自行车 也很适合步行 经济发展强劲 没有州所得税 全国风险相对较低 缺点 房价中位数达到41.1万美元 比全国中位数高10% 冬天很冷 严重犯罪率高于全国水平 会征收州移团税 第二十一个城市 亚利桑那州太阳城 亚利桑那州太阳城的优点 房屋价格中位数30.3万美元 比全国中位数低17% 经济发展强劲 没有州移产税或社会安全所得税 这里也有足够的衣衫 缺点 这里夏季非常炎热 空气质量差 虽然灾害风险相对较高 不太适合步行 第二十二个城市 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 拥有55.8万人口的索诺兰沙漠城市 拥有主要的大学 亚利桑那大学 距离墨西哥边境以北65英里 有点 房屋价格中位数是31.2万美元 比全国中位数低17% 人就医生的数量比较多 可以骑自行车 也可以步行 经济发展强劲 没有州移产税 也没有社会安全收入的所得税 缺点 这里空气质量差 严重犯罪率高于全国停举水平 自然灾害的脆弱性相对较高 第二十三个城市 布罗里达州的三村市 The Villagers 快速增长的 以老年人为导向的城镇 有13万2000人 位于奥兰多西北部50英里处 有点温和的冬天 空气质量好 严重犯罪率低 没有州所得税或遗产税 相对适度的国家灾害风险 经济发展强劲 可以骑自行车 缺点 房价中位数38.8万美元 比全国中位数高3% 不太适合步行 人中医生数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十五个地方 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海滩 Virginia Beach 海滩市有46万人可 是弗吉尼亚州最大的城市 位于华盛顿特区以南200英里处 有点 房价中位数是36.3万美元 比全国中位数低3% 每一个人口的医生比例非常适合 空气质量也好 气候舒适 可以骑自行车 严重犯罪率很低 没有州遗产税或社会安全收入税 缺点 经济发展一般 不太适合步行 第二十五个地方 北卡罗兰纳州的温斯顿塞姆勒 对于北卡罗兰纳州 提德文克地区的文化城市 距离夏洛特东北80英里处 有25万2千人口 温斯顿塞勒姆州立大学 北卡罗兰纳大学艺术学院 和塞勒姆学院的所在地 有点 房价价格中位数21.9万美元 以全国中位数低42% 人中医生比例较高 舒适的气候 良好的空气质量 经济状况也非常良好 没有州遗产税或社会安全所得税 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相对较小 缺点 严重犯罪率高于全国停车水平 不太适合骑自行车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由福布斯网站发布的 2022年非常适合退休的25个城市 由于采纳的数据不同 不同的网站会统计出不同的排名来 如果大家对这个排名有什么想法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如果你觉得信息有用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Iko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